这可不是台语正音班在上课哦 而是巴德歌唱班正在学唱新歌呢 不只歌词一句聚焦 就连旋律也是一段一段学 因此巴德歌唱班的团员们 唱起歌来都很有套呢 学到很多新的歌啊 老的歌啊 有些在KTV啊 找不到的歌曲啊 张老师都会先教我们 所以这部分我们收益很多 他很希望就是我们在这边 虽然是一个大的班级在上课 他都希望我们要把这个歌好像唱对 然后要唱出自己的情感 现在破坏就看得比较有 歌手就没唱不对 转音也没不对 要比较赶紧赚 所以现在就爱唱歌 有 现在都在唱歌 很接唱歌 几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同学都认为说 都跟老师讲说 谢谢老师每一个礼拜 给他们两个小时 让同学们都感受到说 有老师我们都很幸福 因为老师给我们很多 许多许多 老师都从一句一句 慢慢的教导我们 复习 然后一个一个的矫正 然后唱给老师听 然后老师再从中 帮我们整合起来 然后再这样 把一首歌完成 你咬字不清楚的话 你在唱什么人家听不懂 所以你第一 咬字一定要清楚 你在唱的一句一句 歌词第一要清楚 第二就是你的旋律要标准 譬如这个音是咪 你有办法把它唱到收取了 那就是招音嘛 所以说我们还是按照 最基本的来 可是咬了 那我就是要叫你上台唱 所以我们这边的学 在学歌的进度非常之快 为了让社区里爱唱歌的人 有地方唱歌 而且还要会唱歌 任务北屋社区特别 在五年前设立八德歌唱班 让大家唱个过瘾 让大家民众 有就近来这边写起歌唱 利用歌唱的机会 来移植大家的力量 使这个社区 共融合 共快乐 但是每个人 有学习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当时一个宗旨 变成这样 由那个第一任 唱团的团长 由冬美团长 做了两届 到现在交给每年团长 他们非常有用心 在张老师带领之下的话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现在将近90人 为了展现大家的学习成果 八德歌唱班还举办大表会 包括人舞区长 及地方人士都有出席 谈员们也使出回声解数 要让外界听见他们的好声音 恭喜新闻记者几分采访报道